马来西亚的菜饭不是因为通过膨胀的关系 所以导致稍微高了一点点 马来西亚的菜饭不是因为通过膨胀的关系 所以导致稍微高了一点点 新加坡它的通过膨胀没有降透率 所以它起也是没有降多 它一盘大概是起三毛到五毛 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大概起一块块半左右 马来西亚的价钱是通到了 因为通过膨胀了 新加坡它们也是很难做很辛苦 因为也是通过膨胀的关系租金起 所以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其实算回来头是一样的 马来西亚租金便宜了 工钱便宜了 货源贵 新加坡工钱差不多了 它的货源很便宜 它的租金就贵了十多千一个月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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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